其实光看全红蝉的模样 短头发 看上去气血不足 营养不良 也不是一个精明的 有灵气的孩子 甚至有时候还会给人窃窃的印象 就是用外表去评判全红蝉 他其实是不太讨喜的 可是大家还是会发现 喜欢全红蝉的人非常多 理由是全红蝉除了外在不讨喜以外 很多性格层面 能力层面 为人处事层面都让人觉得值得学习 以下带着大家详细看一下 全红蝉被人喜欢的优点 或许你们希望自己被人喜欢 其实也可以参照一下呢 朋友们 如果你也支持全红蝉 请点赞视频 让更多人看到 第一 全红蝉很孝顺 知道家境不好 家里孩子多 体效不收钱包吃住 为减轻父母压力才去的 其实在全红蝉身上 很多人看到不少良好的传统美德 比如孝顺 全红蝉的年纪如今不过16岁 但其实全红蝉很早之前 就已经知道家境不好 自己需要孝顺父母的 所以一开始进体效的全红蝉 不是觉得那是自己的归宿 也不是高看自己可以在跳水领域有成绩 而是觉得体效不要钱 包吃住 可以减轻父母的压力 所以在全红蝉的身上 大家真的看到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迹象 就是一部分人觉得读大学出来工作 前程更好 但是对于很多像全红蝉这样子农村出身的孩子 他们一直看到父母辛苦劳作 赚不到什么钱 自己成绩一般般的话 其实是不愿意花父母的血汗钱 在学校里学习的 他们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 感激的方式就是早早独立 早早不需要父母负担自己的压力 在全红蝉身上 很多人能投射家境不好 自己需要懂事的一面 所以全红蝉比出身好的陈雨昕 得到的关注更多 第二 全红蝉是实力派 靠实力在比赛场中拿名次 得到大家的喜欢 此外 像杨超越那样子的女明星 没实力 一开始得到很多人的喜欢 就是因为大家同情她农村人的出身 希望帮助她改变命运 努力给她投票 让她出道 可是杨超越如今的人气低迷 原因是她没有什么实力 得到了很多年的机会 可以在上海买房子了 依然没拿出努力的样子 全红蝉不一样 她是实力派 而且是靠实力后来居上的王者 在赛场上 全红蝉不是靠同情分得到金牌 而是靠自己的实力 自己的奋斗 自己的心态 最后赢得大家的喜欢 很多人都觉得 实力决定胜负是最公平 所以具备实力的全红蝉 自然值得大家喜欢了 第三 全红蝉性格真实 没心思不做作 更为关键的是 全红蝉有普通人也有的优点 那就是性格真实 没心思不做作 很多人其实是向往简单一点的社会的 而不是那种恶于我诈的环境 这部分人觉得大家都真实表现自己 谁也不需要表演 需要委屈 而是有一说一 在全红蝉身上 有了名次 有了实力 有了大众的支持 她本人依然是很真诚 没心思的人 相当于全红蝉告诉大家 她是一个不会改变初衷的人 努力取得成绩 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 而是用实力证明自己不简单而已 日后还是要归于平静的 综上 全红蝉孝顺 有实力以及性格真实 其实都注定了 她会长久被人喜欢 但看全红蝉的状态蛮累的 希望她把身体调整好 保护好 日后继续赢得大家的喜欢 周济红哭了 陈若霖哭了 全红蝉在创亚运会的巅峰荣耀 陈宇熙甘拜下风 五体投地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广大的中国跳水迷们 高度关注的杭州亚运会 全红蝉跟陈玉希 在本次杭州亚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可以说在刚刚结束的女子担任 十米台的决赛中 陈玉希跟全红蝉的这一次的巅峰对决 最终的比赛结果是给了广大的跳水迷 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过去的一个阶段 全红蝉正处于个人的生长发育的 周期困难期 低谷期 所以说受制于身体发育的 这些种种的问题的困扰 导致全红蝉在新周期的 整个比赛的状态 他的竞技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此前无论是世锦赛 世界杯 包括国内的一些跳水冠军赛和测试赛 他都是连续的输给了陈玉希 让全红蝉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期 大家也都在等待着全红蝉的一次王者归来 大家对于全红蝉是有着非常高的期待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像陈玉希这样的运动员 可能我们中国跳水队 每一届奥运周期 都能够涌现出几个优秀的这种跳水运动员 但是像全红蝉这种跳水天才 可能是十年八年百年难遇的这种天才 这种天才 未来是被我们定义为 能够成长为中国跳水队的领军人物的 这么一种标杆和旗帜式的人物 所以说大家都希望 全红蝉未来能够成为 中国跳水队的下一个郭晶晶 能够成为中国跳水队的下一个跳水女皇 所以说我们都期待着全红蝉早日的王者归来 能够在国际比赛中再度的战上冠军的领奖台 能够击败陈玉希 能够引领中国跳水队 能够走上更大的辉煌之路 所以说这是所有的中国跳水迷 对于全红蝉的一份更高的期待 而就在本次杭州亚运会上 我们看到全红蝉跟陈玉希二人 在几天前二人强强联手 也是为中国队拿下了双人十米台的冠军金牌 而紧隔这几天之后 两个人从队友变成了对手 大家站到了单人十米台的决赛现场 二人经过一番决斗之后 全红蝉伴随着最后一跳 拿到了高分 也是绝杀了陈玉希 最终以438.2分的高德分 加冕了本次女子单人十米台的个人冠军金牌 成为了本次杭州亚运会的双金王 全红蝉这一次的夺金击败陈玉希 对于她个人而言是有着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因为伴随着这一次她击败了陈玉希之后 就意味着她已经在这一刻 真正的突破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能够迈过了陈玉希这道坎之后 就意味着自己将会从这个转折点 开始一步一步的回归巅峰 能够重心回到一个新的高度之上 能够帮助咱们中国跳水队 未来去创造更大的辉煌的荣耀 对吧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领军人物的崛起 让我们中国跳水队所有人也都是热血沸腾 我相信看到全红蝉她夺冠能够逆转夺冠的这一刻起 我看到中国跳水队的总教练周济红 包括全红蝉的主管教练陈若琳 也都是热泪盈眶 大家为这个小姑娘发自肺腑 发自内心的感觉到高兴 欣慰和自豪 那因为全红蝉背后所付出的努力 她在自己生长发育观这期间所倾注的心血 所付出的这种汗水 只有她自己知道 只有教练知道 所以说如今看到她终于能够突破了这个瓶颈期 让自己完美的释放 拿到了冠军金牌 站上了冠军领奖台之后 真正的让大家把心都放回了肚子里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到全红蝉登峰造极的这样一个光辉时刻之后 也意味着她 她会在未来能够一步一步的去创造更大的回放记录了 而在本次比赛中 我们看到第二条 她也是一次跳出了七个十分满分 这样一个惊艳的表现 甚至把在场所有的观众 媒体 所有的对手都给惊呆了 就虽然说她207C的这样一个动作 存在着一点小的瑕疵和失误 但是她仍然能够凭借着第二条 和最后一条的完美的高德芬的满分 能够完美地战胜了陈雨昕 就证明了她的实力 等到后期 她逐渐地把207C这个动作再逐步地完善起来 避免一些失误之后 她将会彻底拉开与陈雨昕之间的差距 全虎禅就将会重新回归到 世界独立党的运动员行列之中 而陈雨昕也只能是甘败下风 五体投地 郭晶晶揭开了全红禅 在杭州亚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夺冠的原因 陈雨昕因此痛哭不止 陈若林功不可没 决赛开始前 全红禅在预赛中表现出色 稳居第一位 而陈雨菲紧随其后 进入决赛 全红禅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状态 她的首次跳水大动作107字节 给她带来了85.80分 这个动作的最高分只有90分 而陈雨昕的同样动作只得到了79.50分 全红禅的第二次跳水更是完美无缺 七名裁判全部给出了满分 直接获得了96分 而陈雨昕仅得到了80分 前两次跳水结束后 全红禅已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2分 第三次跳水 陈雨昕完美完成了动作626C 获得了95.70分 其中三名裁判给出了满分 全红禅的动作是6243D 获得了86.40分 虽然全红禅在这一次跳水中 表现不如陈雨昕出色 但她依然占据着主动权 关键的第四次跳水 这两位选手都选择了207C动作 陈雨昕的表现非常出色 由二名裁判给出了满分 得到了95.05分 而全红禅则出现了失误 仅得到了75.90分 陈雨昕成功反超了5.45分 到了最后一次跳水 陈雨昕和全红禅 选择了相同的动作5253字节 这意味着谁的动作完成度更高 谁就能够夺冠 陈雨昕获得了86.40分 而全红禅则顶住了压力 获得了4个满分 最终总得分为438.29分 以微弱优势击败陈雨昕夺冠 比赛结束后 全红禅展露出灿烂的笑容 还向陈雨昕主动拥抱 陈雨昕失落不已 甚至留下了痛哭的眼泪 全红禅在一旁给予了安慰 郭晶晶分析了全红禅夺冠的原因 她指出现在的全红禅心态更加稳定 以往的比赛中 全红禅在落后时会因紧张 而无法发挥真实水平 但这一次 全红禅保持了稳定的心态 不会因为落后而紧张 而是完美地完成了动作 并实现了逆袭 此外 主管教练陈若霖 对全红禅的夺冠 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亚运会前 陈若霖对全红禅进行了特训 全红禅曾表示 陈若霖教练非常严厉 但都是为了她好 严师出高途 陈若霖最终帮助全红禅拿到了冠军 全红禅的夺冠 让人们看到了她的卓越技术 以及抗压能力的提升 以往她常在面对类似情况时失误 但这次她战胜了内心的魔鬼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采访环节中 陈若霖失落不已 甚至痛哭流泪 而全红禅则在一旁安慰她 这次比赛的精彩分成 让人们见识到了全红禅和陈若霖的顶尖水平 全红禅的稳定心态和陈若霖的指导 为她的夺冠铺平了道路 她的成功 无疑将激励更多的年轻选手追求自己的梦想 向全红禅学习 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 这场比赛是一次华丽的跳水盛宴 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选手的实力和毅力 全红禅的夺冠 将永远成为中国跳水史上的辉煌记录 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跳水选手 勇往直前追逐自己的梦想 全红禅的出色表现 不仅让中国人为她骄傲 也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 她在比赛中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水平和技巧 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力量和精准度 每一次入水都洋溢着美感和完美的控制力 她的十米台跳水 如同一支高雅的舞蹈 令人陶醉其中 全红禅的出色表现确实让人为之惊叹 她在比赛中展现出的技术和技巧 无疑是世界级水平 每一个动作都充满力量和精准度 展示出了她对跳水的独特理解和掌控力 她的跳水动作如同一场优雅的舞蹈 给人以美感和享受 但更重要的是 全红禅在比赛中所展现的内心强大 她能够在紧张的比赛环境中 保持高度的集中和专注 将自己完全投入到每一个动作中 这不仅体现了她对自己技术的自信 也展示了她拼搏不息的精神 全红禅以自己的努力和执着 为中国体育精神增添了光彩 全红禅所展现出的优秀能力和意志力 将成为中国跳水的骄傲 她为我们证明 只要拥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梦想的执着 就能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她所取得的成绩不仅仅属于她个人 也属于中国跳水队和全国人民 我们为全红禅感到骄傲 并希望她能继续保持出色的表现 并为中国体育做出更多的贡献 全红禅的表演不仅仅是技术的完美呈现 更是内心强大的体现 她在比赛中保持了超高的集中力 她的世界只有一个完美的跳水 在完成每个动作的瞬间 她展现出了中国人民特有的坚韧不拔 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全红禅用自己的努力和执着 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体育精神的不朽魅力 全红禅连续获得七个满分的动作 着实让人瞠目结舌 这也让解说员们尽情赞美 在观众们眼中更是将她的表现称为惊艳 记得当日本解说员看到全红禅的表现时 不禁惊叹道 这个动作实在太完美了 她的控制力和灵动性都达到了极致 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花样跳水的女神 全红禅用她的闪耀光芒征服了世界 让人们领略到了中国体育实力的无穷魅力 全红禅连续七个满分的动作 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她在比赛中的表现实在太完美了 控制力和灵动性都达到了极致 这些优秀的成绩 使她成为了中国体育界和国际体坛的明星 被赞誉为花样跳水的女神 她的表现不仅令人惊艳 更凸显了中国体育实力的无穷魅力 全红禅在这次亚运会上 夺得女子十米台跳水项目的冠军 这是她个人的辉煌成就 也是中国体育的一项伟大胜利 她不仅代表着中国花样跳水队的新一代 还为中国体育书写了新的篇章 全红禅的成就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成功 更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花样跳水队的实力和潜力 她的胜利不仅仅属于她自己 也属于中国体育队伍和全体中国人民 我们为她骄傲 并期待她在未来的比赛中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这次亚运会上 全红禅以出色的表现 夺得了女子十米台跳水项目的冠军 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胜利 更是中国花样跳水队的荣誉 她成为了中国花样跳水队新一代的代表 也为中国体育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全红禅的胜利不仅仅是一次比赛的胜利 更代表着中国体育的实力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 她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是她努力、汗水 以及无数次坚持训练的结果 她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展示了中国体育强国的实力 让全世界瞩目 在全红禅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体育的希望和潜力 她不仅仅是一位具有出色技术的运动员 更是中国体育精神的象征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要有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就一定能够突破困难 取得成功 全红禅的冠军之路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全红禅的胜利确实展示了中国体育的实力 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 她的成功是她努力、汗水和坚持训练的结果 而且她的胜利不仅仅是一次比赛的胜利 更是中国体育强国的象征 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全红禅的故事给我们带来希望和激励 她不仅仅是一名技术出色的运动员 更是一个激励人们追求梦想 战胜困难的榜样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坚信自己并付出努力 我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全红禅的冠军之路 启示着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和追求 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追逐自己的梦想 全红禅的胜利是中国体育的胜利 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她代表着无数中国人的努力和奋斗 展现出中国体育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和影响力 全红禅的成功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了自豪感 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体育的崭新面貌 我们对她的成就感到骄傲 并期待她未来更加辉煌的表现 全红禅的十米台强势夺冠 给了世界一个美丽的惊喜 她的表现不仅仅让观众们为之惊叹 更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年轻人 她的成功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付出努力 坚持不懈 我们也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冠军 全红禅在亚运会上的夺冠 不仅仅属于她个人 更代表了整个中国花样跳水队 和中国体育的胜利 她展现了中国体育的精髓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实力 她的成功将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去追求梦想 为中国体育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全红禅的光辉成就 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让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追梦 他们也能够在各个领域成为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全红禅参加亚运会比赛的时候 她的哥哥全静华 也特意前来现场为自己的妹妹加油助威 当被问及哥哥来支持自己的感受时 全红禅回答得幽默风趣 笑得全场都为之欢呼 她说 挺好的 由于全红禅要参加双人和单人项目 她需要专注于比赛 全静华可能没有机会和妹妹聊上几句 他们已经接近一年没有见面了 上一次全红禅回家 还是在去年11月份左右 全红禅的比赛结束后 全静华也立即离开了杭州 她投入到工作中 全静华现在事业有成 已经是湛江当地比较有名的主播了 她通过直播的形式 帮助果农销售农产品 并且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 在观看完亚运会比赛后 全静华立即前往陕西开始工作 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 就在10月6日这一天 全静华决定进行直播 她身边还有两位女性工作人员 应该是她的助理 在直播过程中 除了担任主播的任务外 她还需要处理其他工作人员的事务 全静华今年20岁 再过两年 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但她目前还没有女朋友 将自己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 通过全家人的努力 全红禅的家庭 现在已经非常富裕 未来全文贸和她的妻子冯玲妹 也有能力在物质上 为儿子全静华提供帮助 全静华还发布了 她在比赛现场观看 全红禅比赛的视频 同时写道 向阳而生 烛光而行 心有暖阳 何惧人生沧桑 全静华这番话 可能也是在激励妹妹 希望她在未来的跳水生涯中 能够勇往直前 无惧困难 这次杭州亚运会 跳水比赛的顺利举办 展示了中国跳水队的实力 也让人们看到了 全红禅这位年轻选手的出色表现 她的卓越成就不仅让人感动 也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 在自己的领域努力拼搏 追求卓越 中国跳水队将在接下来的东迅中继续努力 相信他们定能在未来的比赛中再创佳绩 在刚刚过去的女子跳水十米跳台决赛里 全红禅和陈玉希 包揽冠亚军 全红禅更是在线水花消失术 在第二跳里 七名裁判全部打出了十分 赛后关于全红禅的新闻挂满了热搜 天才少女 爽文大女主 未来二十年都是她的 不愧是连郭晶晶都自愧不如的天才 虽然年纪小 但是此时的全红禅已经被捧上了神坛 我翻看着满亭对全红禅的盛赞 很是为她开心 但是莫名自生出了些许担忧 因为点进另一条热搜 我看到的是另一种画风 热搜的主角是田径运动员吴彦尼 几个月前的成都大运会 吴彦尼一战成名 不仅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更是直通巴黎奥运 就在几天前 她还是全网胜赞 因为她漂亮的外表 灿烂的笑容 特立独行的风格 酷拽直爽的个性 她成为了新一代追捧的女性偶像 但是 随着亚运会上的一次强跑 一切都变了 虽然吴彦尼因此被取消了成绩 也因错怪了更早起跑的印度选手 引起争议 公开道歉 但是网络并没有放过她 当初她被夸赞的特质 纷纷成为了骂声 她的酷拽是为了利人设 她的动作 妆容 都是为了博眼球成为网红 她身体国旗被怒喷 你也配 甚至有人还抓住她的纹身 来人身攻击 现在的吴彦尼 做什么都是错 不做什么更是错 只因一场比赛的失利 似乎整个人的价值都被否定了 看下来让人心酸 却又无比的现实 一面是拳网吹捧 一面是网络暴力 这一幕太熟悉了 随着这几年体育拳网红化 运动员的热度越来越高 我越来越怕运动员被捧上神坛 因为历史早已告诉我们 造神的下一步 往往就要开始毁神了 为什么会担心拳红蝉 因为一切已有了预兆 当年横空出世的拳红蝉 在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 一时间 拳网都是她的消息 而当大家发现她是寒门逆袭 心愿是赚钱为家人治病时 更是心疼不已 那段时间 全红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 老家门口积满了人 城乡的礼物被快递到她家 众多公司为奥运冠军送房 送钱送礼 曾经漠视他们家的亲戚朋友 也都纷纷出现拉关系 这是奥运冠军成功后的优待 但开局就是巅峰 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因为往后只要不是冠军都是在走下坡路 后来全红蝉经历了七连败 有人开始骂她 心思都花在赚钱上了吧 有人说她 德国冠军就骄傲自满 有人挑拨她和陈玉希关系 还有人造谣她被国家队退队 这事的后续是什么 是面对失败 全红蝉担心的是 如果挑不好 大家就不喜欢我了 是无论全红蝉还是陈玉希 都被逼到几乎退往 再也不敢随心所欲的分享生活 是每一次失败后 躲避镜头的痛哭流涕 他们害怕失败 更害怕失败后的骂声 这次夺冠 又有一大批人 把全红蝉拔高到王者归来 可这一幕太让人害怕了 全红蝉的身上 燃点太多了 她的家庭 她的出身 她的天才 她太像一个爽文女主了 所以她注定会受到 前所未有的关注 也要承担起超乎常人的期待 无数人把期望寄托在她身上 看她逆袭人生 才能满足自己的爽感 可是 追捧你时这些是你的优点 贬低你时 这些也会成为靶子 现实中哪有那么多爽文 体育竞技 输赢无定 没有人能成为永远的冠军 但体育赛事永远有冠军 在天才的外表下 她不过也是一个 靠着努力奋斗的普通人 会受伤 会历经发育难关 会成功也会失败 她注定做不到一辈子第一 但很多时候 当你被架上高台 就不允许你走下来了 我们看过的先例太多了 一个人的语言攻击 并不能怎么样 但当群体的攻击持续发酵 真的能摧毁太多东西 很多人说 不用担心全红蝉 因为她是真的牛 可当走到最后一步 又有多少人还记得你曾经的荣光 李宁